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观众抱怨,杨阳新电影中的角色是个失败之作 杨阳最近成为了观众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但讨论的方向却并不是很积极 尽管拥有出色的外貌,但杨阳的演技一直备受诟病,近十年来没有明显的进步 因此,许多网友汇总了她在荧幕上的惨烈表演,有哭有笑 最近,她在电影《我的人间》烟花中扮演消防员童艳一角,这个角色却让她的知名度下降 电影中有许多场景都表现得过于夸张,几乎像是在为杂志拍照一样 杨阳过于担心自己的形象,以至于连喝水都要看起来漂亮,这令许多人感到失望 在整个演艺生涯中,杨阳很少有一个备受高度赞扬的角色 即使是在让她一时名声大噪的微微一笑很清晨等项目中也是如此 尽管当初的小奶帅气异常,但在表演方面,她被直言为一根木头 有新浪甚至直接批评这位演员,在任何角度看,她都只有一种表情 杨阳在试试看世界中尝试了传统服饰,但这并没有改变观众的观感 她扮演的冯兰图被批评为僵硬,就像一个来回走动的机器人 完全没有展现出与她的美貌相匹配的古代男神氛围 另外,大家似乎不会忘记杨阳在大荧幕上的荧幕经典 就是在电影《三生三世》中的《桃花十里》 电影中,她的面条武器表现灾难性,甚至让观众认为她冻结了这首竞典区目 2020年,杨阳参演了抗议电影《在一起》 然而,与邓伦、黄景瑜等合作的演员相比,她明显逊色,甚至被批评为笨拙 与医生的形象极不相衬 扮演消防员的角色没有说服力,杨阳在扮演军人方面也令人失望 在《特战荣耀》中,她的演技尴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失在部队中的男模特 这些表现都让观众感到沮丧,期待她在未来能够有更出色的演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